保险是为了万一发生意外 而设立的保护措施 而投资是为了规划家庭的未来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谈谈 如何在开创自己事业的同时 也能够成就美好的家庭 欢迎万里法律教育集团的 资产规划专家Jeff Sall 以及萧惠律师来的节目当中 两位好 主持人好 你好 那其实我们之前 其实每一次我们在设计 我们的一些谈话内容的时候 其实都是有一个顺序所在的 像我想大家应该也可以体会到 我们之前讲说 还没有进学校的时候 怎么样利用这个规划 理财规划的概念 来帮助你进入好学校 72法则进了南加大 接下来你进了学校之后 怎么样用理财概念 帮助你完成学费 这个付钱 把这个轻松的付完 那么接下来其实 毕业了之后 你还是继续这个理财概念是很重要的 上次我们讲X curve 不是健身 是财务健身 不是S曲线 是X曲线 那么现在呢 可能进入就业市场已经好一段时间了 可能要开始 我们Jeff之前讲的这个责任问题 对不对 你开始有一些责任了 那么责任的同时还是要 其实有一个概念 我觉得很多我们的华人家庭是没有的 就是有责任的时候呢 没有想到怎么样去 这个预防这个意外的发生 保护我们亲爱的家人 没错 其实这是最重要的 那现在这个阶段就是说 我们已经成家 立业 然后我们这个华人有土司有财 我们一定会先买一个房子 是 因为有小孩了嘛 是 那但是呢 我们华人父母很喜欢做一件事情 就是帮小孩子付头七块买房子 是 我现在要提醒华人父母 我们辛辛苦苦 我们买了房子 还要记得买一个东西 就是保险 OK 其实保险 大家会觉得说买可能是什么意外险 或者是将来退休 或者孩子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储蓄的 或是重大疾病险 都不是 对 都不是 对 买房子的时候也要买这个保险 是 是 事实上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个 financial literacy的另外一个概念 好 那就是属于成家立业 这个时候你该买房子 要买哪一种保险 为什么 有什么方法可以计算 那我们当然是要再次请教我们的Jeff了 是 我觉得做保险年轻人的话 其实蛮重要的 像很多人他没想到这一点 他觉得我很 you know 付down payment 付mortgage start a family 可是我觉得 假如我当初毕业 他们说你养一个小孩 从零岁到18岁 差不多要25万美金 可是我看我自己的track record 我父母在台湾 把我送到美国 买房子 不吃吗 oh yeah 我觉得我可能花他们超过100多万吧 还好你现在蛮有成就的 也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上非常好的人才精英 有所回报 很贵的一个小孩 真的真的也想想其实蛮可怕的 是因为假如我大学毕业 他们帮我付了学费 那我出了什么事 不管是disable 或者是身体出了状况 或者更糟糕 出了事 我是一个最不好的投资 100万就泡汤了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其实一个理念 那很多人买保险 他还不知道怎么去计算 到底需要多少 是 那我们一个很简单的守则 就是说你要退休的话 你应该要有20倍成于你的收入 so income times 20 那假如你需要保障的话 usually是at least 10 times你的income 那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step 就是叫DIME 叫做dime method D stands for debt 就是债务 不管是信用卡还是car payment 第二是income 你的收入乘以10 10倍 那这样子你家人 you know 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最爱的 这是你应该买的保险的额度 yes times 10 再来就是把你的mortgage也加进去 然后再来 假如有小孩的话 他们的education 一个小孩至少要10到20万 prepare on the side 所以这数字全部加起来 就是我需要take care我的家人 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他今天去买一个新车 或我不可能开到freeway上 没有买车子保险 一定要有保险嘛 yes 买房子也一样 我没有fire insurance flood insurance 那不太可能碰到的 那最重要的是我 最重要的是我的family 我的小孩 我两岁七岁的宝宝 我的太太 然后我的parents 这些其实应该是我最重要的受益人 那something happened to me 我要确定 不是我的车子房子take care 我的loved ones 是让他们更轻松 更能够take care他们 这是最重要的重点 真的是最重要 可是我觉得这是讲到一个 为什么我们一般的很多华人家庭 没有想到就是说 除了购这个制产之外 这个保险问题 因为很多人就是不愿意去想 会发生任何的意外 特别是在年轻 还在创业 还在这个壮年的阶段 其实一般人 不会去想到这个问题 更何况是父母亲 父母亲根本是连 想都不愿意去想 就是这个是 但是我们想的是 未雨绸缪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希望把这种概念 financial literacy的这种概念 能够推广在我们华人社区 因为我们最爱的人 就是我们的家人 那买了房子之后 留给他们的是mortgage 到时候他们怎么安家呢 所以我们这个每一个礼拜 我们有weekly的一个 financial literacy的一个workshop 我们把这种观念 从这个什么 entering college personal finance 跟进大学 怎么connect在一起 然后X curve 然后还有为什么买保险 为什么买房子 要一起配合 我们希望把这个信息 传达给我们华人社区 那主讲人会是Jeff 是不是 所以希望在那边 除了你可以告诉父母亲 有一个这样的观念 也能够最好把自己的孩子带着 趁他们年轻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这种 非常健全的这个理财概念 那么我相信Jeff 是能够很能够去跟这年轻人 做沟通的是不是 特别年轻人的典范 我去了Berkeley 跟USC Marshall School Business 做了很多演讲 就是要教年轻人 怎么样get a head start 没错 尤其这些将来都是 社会的精英 可能都是 对我们财务的这个世界 这个市场里面 都是一些 会创造出很多一些 新的点子的这些年轻人 所以他们自己 就他们两个学队 肯定是受惠很多的 再次谢谢两位 再次谢谢您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